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今天在外資開始放大價 來了一個突襲 把指數順利的一舉創高 看到沒有 當初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說這個地方整理的時間越長 對不對 未來它的漲幅就可能越大 甚至來挑戰台北股市的歷史高點 不要說什麼事情一定不可能 在股票市場你要保持一個很謙虛的心態 沒有規定憲法沒有規定台北股市不能夠再創歷史新高 凡事我們就順勢而為就可以了 對吧當然現在的台北股市有個特色 老船長不要賣關子什麼特色 好 就是漲的股票初一十五不一樣 舉個例就像你的老師 你的老師初一十五不一樣 我看根本就是每天不一樣 對不對 今天漲這個講這個 明天漲那個講那個 亂七八糟 全國的節目不管網路或電視 你要找一個分析師講股票有延續性的 只有我一位啦 有第二位我就退出頭顧業 明白嗎 麻煩你告訴我哪一位啊 今天長什麼不就講什麼嗎 對不對 我昨天不是舉例嗎 我說威風電子 大家昨天看了我的節目之後 恍然大悟 原來他的老師是騙子 為什麼我那時候這樣子講 這是有原因 這裡是上個禮拜五 就昨天一圖拉谷的老師 出來講威風電子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他們就賭啊 賭今天繼續漲 對不對 昨天叫進去漲停板的人 今天恭喜賺錢 老船長 你講的好像在打你自己的臉喔 你說很多老師昨天看威風電子 開那麼高要漲停趕快追進去 就叫會員追進去 人家會員今天隨便賣都賺錢啊 今天要賣很簡單啊 就說你們這些觀眾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個分析師每天都用這種手法 然後叫進一堆快要漲停的股票 我請問你 他的會員還有錢在買新的股票嗎 沒有嘛 所以那種抠訊叫做空炮彈 有沒有叫 有因為他怕會員告他 懂嗎 我叫你買 你沒有買是你家的事 我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你新來的 對不對 我叫八十檔 我叫八百檔 你沒有錢買是你家的事 他講的沒有錯 這就是頭顧老師 他說衍生出來騙會員的方法 怕會員在法律上告他 因為很多老師以前沒有叫 就在節目上說 你看這支股票我們賺多少 那會員當然就告嘛 對不對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就是用這種手法 就一直叫 那一直叫的話 一個會員買八十檔 又被老船長揭穿了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他們就想到破解的方法 把會員分成二十組 每一組叫四檔 二十乘以四 小學生都會算 就叫了八十檔 那譬如說 表演威風電子的時候 這第八組中對不對 其他的一到二十組裡面 只有第八組中 其他都沒有中對不對 一定會打電話去 投顧公司抗議嘛 好 我幫你換到那一組去 你們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很惡劣 對 幾乎都是用這種手法 你放心 我不會啦 我既然告訴你們 他們這麼做 我就不會這麼做 那種下三難的手法 我不做 各位懂意思嗎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走過必留下痕跡 舉頭三尺有神明 雖然他賺到了這些骯髒錢 但是我相信有賺到這樣錢的人 都會有報應 你知道這個社會 很多人做壞事還去拜拜 好不好笑 你到廟裡面 你認為神明是豬腦袋是不是 還會保佑你賺錢 笑死人了 對不對 我以前真的就遇過頭顧老師 坐姦犯科的 跑去廟裡面拜拜 我遇到 我心裡想神明會保佑你才怪 後來果不其然出事 所以我還是相信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那麼今天還是有很多老師 會來表演威風電子 如果你 你甚至都沒有接到抠訊 你的老師在表演威風電子 你 你 我相信你要趕快離開他 不然你最後一定是完蛋了 我沒有聽過跟著金光檔會發財的 不可能 好不好 好 那麼 每天 續漲的股票 其實 不是很多 尤其是一個族群 你說單兵的 一下這一隻 一下那一隻 投資人很難抓 除非你去追漲停板 懂嗎 你就要賭他第二天 還繼續開高 對不對 那大部分的股票第二天就開低了 開低你怎麼辦呢 你是賣還是不賣 所以說不要把股票市場 看得很容易 我就追漲的就好了 那你參加投顧幹什麼 你每天研究幹什麼 那種白癡都會做的動作 第二天只要什麼股票快漲停 你就追進去就好了 但是以我在股市的經驗 這一種早就葬身股海了 死了一批又一批 懂嗎 尤其是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主力券商 他那個根本就是隔日沖 今天故意鎖漲停 第二天開高他就到了 你們這些傻乎乎還在等待說 幾點幾分還在拉漲停 怎麼下來了 很有名的券商單點就是 凱基台北 對不對 今天買明天就沖 股票在他們手上就是沖沖熱而已 他們不是來投資的 是來沖沖熱的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好 那我就不一樣了 我們講別人的話 我們自己如果也是這樣的話 那更爛對不對 像我這一陣子 我都一直在分析鋼鐵骨 因為我認為鋼鐵骨還沒有漲完 哪有那麼容易啊 對不對 那老船長為什麼鋼鐵骨 一下子又噴出去 又壓回來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你越聽就越覺得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 我不說牽狗的理論嗎 對不對 我是中鋼 你們這些子公司也好 我的小老弟們 對不對 我還沒有表態動之前 讓你們動一下沒關係 因為你們小型骨嘛 但是 真的你們都要給我上外太空的話 要怎麼樣 要我能夠配合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最大型鋼鐵鋼鐵裡面最大型骨 中鋼它的角色跟它的地位嘛 我們來看中鋼 今天我跟你講你有買中鋼的人 你盤中沒有睡著你來找我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最後一盤他老兄給你收紅 看到沒有 兩千多張給你收紅 你看喔 中鋼今天有個很大特色 我叫你的老師分析 他絕對看不懂 各位你看 今天中鋼有什麼特色 看不懂對不對 出現凹洞亮 出現凹洞亮 而且是收紅 那我說過 他在這個地方做橫向整理 要尊重這邊的套牢賣壓 但是尊重 不可能尊重一輩子吧 一世人不可能嘛 對不對 他一定會往上表態 那昨天我們 我是跟大家這樣報告 對不對 老船長今天還沒有表態 他什麼時候要表態 不是我老船長說的算 但是我告訴你 他不會極細狼 他應該怎麼樣 很快就會表態 一旦中鋼往上表態的時候 注意啊 這邊你可以看成是出身段 對不對 再往上表態 就要走主身段 主身段 未來他也是會遇到這個有沒有 很大的壓力 這邊還有這邊 這個地方 所以說還有很大的漲幅 那老船長 主身段會不會來 廢話嘛 不然叫出身段 主身段還有末身段 老船長你也太誇張 還有末身段 那你看這邊 對不對 末身段用噴的 那只有一個原因 那只有一個原因 我已經講很多次 就是怎麼樣 鋼價 鋼財報價 再往上走 因為已經跌了一年了 明白嗎 如果今天鋼價沒有往上走的話 我坐在這邊 我就小丑了 那你憑什麼漲 你繼續虧損吧 中鋼以前賺錢公司 變成虧損公司 就是鋼材價格一直在掉 明白嗎 那它不可能一直掉 全世界也是要怎麼樣 要建設的 大家說是不是 疫情期間 大家都躲在家裡面 百頁蕭條 現在疫情早就過了 很多東西是不是 百頁帶新 你要建設 對不對 你要建設 不一定要用水泥 但是鋼筋一定要用 尤其鋼板這些 現在新造的大樓 對不對 都是要用鋼價 沒有錯 所以今天也有股票 它今天有表態了 誰 中鋼購 各位看一下 中鋼購 衝出去 被揍 有沒有 好慘 它衝出去 對不對 它沒有尊重這裡 看到沒有 它沒有尊重這邊 出去被揍 那它二十億的股本 我說過小股本的 可以不用尊重 但是怎麼樣 它是真的有衝出去 然後什麼 遇到這個錢高 又被揍回來 它的名字叫中鋼購 你們認識國字嗎 中鋼購有兩個字叫中鋼 所以它跟中鋼有沒有關係 這個學問太深了 老船長也看不懂 聽得懂嗎 中鋼購今天動了 它昨天才四十一張 各位把眼睛睜大看 它這個股票 昨天只有四十一張 很誇張 對不對 沒有人要它 它今天變八百三十七張 成長二十倍 告訴你什麼 連這種沒有量的股票 都要往上衝了 當然很多人因為怎麼樣 長期套牢 對不對 哇 今天終於上來趕快賣 就把它打下來 再加上我中鋼老大 我都還沒動 你中鋼夠動什麼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 那個牽狗的效應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們再分析其他的鋼鐵骨 導播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所以要注意啊 中鋼購它不會莫名其妙的 從昨天41張的交易量 這開什麼玩笑啊 一家公司股票成交量剩41張 今天馬上變800多張 800多張也很少我知道 但是成長20倍你要注意了 它今天被揍留很長的上限 沒有結束啊 就是我跟大家分析報告的 因為中鋼是老大 對不對 你又是我的子公司 對不對 我還沒有動 你先動了 我們看中鴻 各位看中鴻 有沒有 之前也是衝上去啊 中鋼的位置在這邊喔 你中鴻衝一次就算 你還給我衝兩次 給我回來 對不對 回到原點 2014的中鴻 143億的股本 比較大 但是跟中鋼比2002 那是小屋見大屋 1573億 所以中鋼未來在這邊往上衝的時候 2014的中鴻啊 我告訴你啊 來 2014 2014的中鴻就會怎麼樣 再往上衝 然後這個點會過 這個就是牽狗效應 大家明白意思嗎 當然啦 有些股票它是比較小型的 它是一定比較會飆 那鋼鐵股裡面很多小型的 它是虧損公司 那虧損公司 我個人 我個人 不是很建議大家去玩啊 但是你要玩 也不是不可以 什麼業薪啊 對不對 不是很會飆嗎 那 主要我們是要鎖定 鋼鐵股裡面 有賺錢的公司 大家明白嗎 好 比如說我們再來看一檔 這個2015 它的號碼幾乎都連在一起 豐欣啊 58億的股本 有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它上去有沒有被揍 沒有啦 它上去遇到這些有沒有 套勞賣壓它沒有在怕的 為什麼 各位注意 第一個它小股本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豐欣前三季賺高達將近3塊 換句話說它今年腳拉拉大概賺4塊錢 對不對 大概賺4塊錢 還不到70塊 它成交量只有500多億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量都非常的小 為什麼 因為鋼鐵股跌了一整年了 投資人手上幾乎沒有什麼能有鋼鐵股 再加上投顧老師 全國只有一位在分析鋼鐵股 然後我告訴你它有大行情 那絕大多數的觀眾呢 就是看 看 看老船長你再繼續表演嘛 我們呢滿手電子股 因為只有電子股才是股票 鋼鐵股那不是股票 鋼鐵股漲 都是眼睛業障重 假的 對吧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明白嗎 因為絕大多數投顧老師 他們都沒有在研究鋼鐵 他就是每天講電子 反正電子 股票市場一千幾百檔 總是有兩三支每天會漲停板嘛 就拿那個來騙會員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風芯各位在看喔 它很強喔 它幾乎沒有在甩的喔 如果風芯明天再漲 哇就不得了 就噴出去了 這個是2015的風芯 不錯 有賺錢的 大家可以參考 再來我們看2020 美亞 它現在的線型是非常的怎麼樣 在鋼鐵股來講 算是比較強的 一樣喔 股本22億沒有在甩中鋼的 它今天收盤創了近期收盤的最高價 公司有沒有賺錢 告訴你 有喔 前三季賺高達2.89 剛才我們看的風芯賺2.98 兩個其實差不多 可是你看喔 美亞的股價只有三十幾 對不對 2015 快要70了 所以換句話說 2020的美亞 我覺得它的空間還是非常的大 而且它股本22億 要拉很容易 各位看有沒有 這個要拉很容易 它這邊其實早就已經 這邊套牢量全部都洗完了 這洗了兩年了 這底夠大 這個都跟電子股比起來 那個真的線型好太多了 我插播一下3231 那個偽創 有沒有 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躺在那邊 你有本事拉起來看看 你拉起來看看會有多少人揍你 對不對 套牢的人一缸子 每一天還有人在玩 你看這股票 今天量數還有四萬多張 我們常講股票市場 人多地方你不要去 人多地方有在漲那還好 熱鬧對不對 加年華蕙讚 挺好 股票市場像加年華蕙一樣 人多地方 但是股價在上漲的是很好的 你進去會賺到錢 但是你不要成為最後一隻老鼠 那如果說人很多 對不對 股價還不漲 你要小心 為什麼 裡面就是一堆散戶 就是一堆套牢的人 在那個地方取暖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對不對 你雖然量數還有四萬多張 人家是幾百張 一兩千張 哪一個好 量少的地方是乾淨 對不對 籌碼乾淨 容易漲 安全 量說是買點 你上小學的時候 你的老師沒有教你嗎 量說是買點 對不對 你這個偽創這個叫量說 如果偽創說到四千多張 我告訴你趕快買 現在動不動還有四萬多張叫量說 我跟你講 我曾經說過 到今年年底 這些AI的股票都不會解套 今年的還剩下幾個交易日 用腳趾頭就數出來了 請問有沒有解套 沒有 我在十月份就跟你講 到年底都不會解套 你們記不記得我的節目 很多人很生氣 哇氣噗噗 我不要看老船長的節目了 對不對 唱衰小朋友我的股票 不是我唱衰小朋友你的股票 而是你的股票 我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了 對不對 法人 這個融資 主力 散戶 全部都在裡面繳獲 對不對 法人的錢又不是他的錢 你的錢是你的錢 所以你現在還在看外資買賣超 偽創外資有沒有買 那個他們買書錢都沒關係 因為不是他的錢 你搞不懂是不是 你的錢是扎扎實實在裡面 退休金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會期是不是快到了 我當初就講 為什麼你的老師一直在安慰你秀秀 你叫你偽創不要賣 因為他知道拖著拖著你的會期到了 你就可以滾了 就不關他的事 你也沒辦法找他了 你聽得懂嗎 怎麼那麼笨 我講了多少次了 幾個月都在講 還在那邊 我的老師跟我說 偽創一定會解套神經病 你知道 投資人多可憐也很可悲 換句話說也很可惡 為什麼心數不正 老船長開大門走正路的節目 講給你聽 不聽不聽不聽對不對 你要看衰小朋友我的股票 我不要聽你分析 然後去怎麼樣 聽那個每天跟他講 有的人趕快來找我 我來帶你解套 那時候一堆騙子老師跑出來 說偽創要帶人家解套 有沒有在這邊 在這邊疊下來的時候 一堆老師有沒有 說要帶人家解套 結果怎麼樣 越套越深 都是詐騙集團 因為他們心裡很清楚 有一堆豬腦袋套死 他自己的會員也是豬腦袋 也套死偽創 但他在節目上會講說 來你們來找我有偽創的 第一個安慰他自己的會員 因為他自己帶會員買偽創死掉了 你們來找我偽創不要怕 他會員一聽我老師說不要怕 先安撫住 然後你不是他的會員 你是參加某其他老師會員 你的偽創死了 我的老師飯桶我去參加他好了 人家那個老師說要帶我解套 其實天下烏鴉一般黑 所有老師賣偽創 全部都套死套牢 誰能夠帶你解套 對不對 那你早早看我的節目 早點停損掉 你現在是不是很快活 沒有錯吧 所以說 長期看我節目的觀眾也好 甚至我的會員 智商都是比一般的 投資人要來的高很多 這點我很有把握 我的收視率不是最高的 點閱率不是最高的 因為世界上大家知道 聰明的人絕對不是多數 一定是 對不起 一定是比較少數的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來看2033 這一支加大 也是怎麼樣 很會漲 對不對 他最近蠻會漲 今天沙尾旁 你不要擔心 這個股票裡面有阻力 他沒有賺錢 我舉例 現在舉例沒有賺錢的給你聽 最後一檔 老船長 你不是說你都不喜歡買不賺錢 對我們沒有買加大 我只告訴你 他雖然是虧損公司 你看都虧不到一毛錢 那剛才的價格再一路的漲上去 他就會由虧轉贏 這種股票一旦由虧轉贏 你要注意 他只有8億的股本 找到一個由虧轉贏的 這個大的利多對不對 不得了你就看 有沒有 拉伸的空間就會很大 這兩年前 如果鋼鋼鋼鋼鋼 回到以前的榮景 願景 來挑戰這裡 你想想看 這個可以賺多少錢 對不對 你不要說不可能 他只有8億 主力要拉很快 喜歡比較刺激的 你要買鋼鐵股的 而且我們也不能說 加大是虧損公司 他很有可能會由虧轉贏 因為我已經講過了嘛 那個最源頭的鋼材價格在漲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一種 你喜歡買多的上千張萬張 你就買這個中鴻 這種比如中鋼子公司 甚至你買中鋼 比較睡得著覺 對不對 那還有其他很多 像這一檔 我唯一有做字卡的 大家就要懂 這快要壓不住了 我就一句話告訴你 我的節目 才是連續劇 別人的節目 是跳著講的 沒有一天是連續的 我希望你不參加我會員 但是你要鎖定我的節目 有一天 你相信骨海老船長 你的人生 在股票市場的命運 才會有所改變 那麼現在你的智慧已經到達 願意參加我的會員朋友 當然不多啦 因為這樣的智商是蠻高的 電話在旁邊 打電話進來 改變你的人生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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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